说起皮亚特克,估计大部分球迷都没有什么印象,毕竟他2015年的时候,还在波兰球队卢比效力,2016年夏天才转会到波兰老牌竞里克拉克维亚, 今年夏天,热奈亚仅用400万欧元,就得到了这位波兰前锋,而且还将镇定着主力的9号球衣给予了皮亚特克,外界都觉得不可思议,从不被信任都被称为希莱万多夫斯基,提亚特克仅仅用了一场比赛,新赛季一大力杯比一甲联赛来得更早一些,热奈亚主场对真来切,提亚特克得到首发的机会, 这场意大力杯的比赛成为了皮亚特克的独秀,他开场仅两分钟就取得了进球,随后他在37分钟的时间里上演了大刺激,为了不破坏与埃切的传统友谊, 热奈亚主帅将皮亚特克换下,免得变成了有竞赛,由于和AC米兰的一甲首轮赛事被推迟,皮亚特克一甲首秀,要到第二轮才开始, 他在对真恩波利的比赛中首发出场,和宽美以及潘德夫组成三叉戟,比赛仅仅六分钟, 克里斯图就助攻皮亚特克取得一甲首秀,最终热奈亚2B1战胜恩波利取得开门红, 一甲第三轮,热奈亚客场挑战萨索罗,谁也没有想到,这场比赛成为了进球大战,皮亚特克表现依然出色, 他在第二十七分钟打进一球帮助热奈亚首开记录,随后撒索罗在十一分钟的时间里连金四球,将比分改为4B1, 下半场詹马克贝拉里的进球让比赛失去了悬面, 但是皮亚特克依旧没有放弃,在潘德夫将比分追至2B5的时候,皮亚特克用尽一球将比分再度追进至3B5, 但无奈后防挖的坑太大了,热奈亚最终3B5不敌萨索罗, 一甲二场打进三立进球,意大利杯单场上演大四席, 最近的三场打进七球,皮亚特克何止是先来玩, 他的状态比真正的来玩多夫斯基还要出色, 谁也想不到,这个出生于波兰的前锋, 仅仅只用了一个月不到的时间就征服了一甲, 热奈亚引进他只花了400万欧元的转会费, 按照这样的状态,现在没有4000万欧元,都要不想热奈亚寻价好了,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